上至是善 均为是善 世间法了 世间法是佛法的基础 世间的善都没有能学好 怎么能学佛 你看今夜三佛 这个世间善 实现做到了 它三条 第一条就是世间法 人听佛报 人听佛报 要从地质规感应品十三页当中 有的 你只要认真去做 你的佛报就一天比一天大 智慧慢慢就开了 有这个基础 你才能入佛门 第二条就是入佛门 受持三规 居足终界 不犯为夷 小臣 从小臣再提升 叫大臣 大臣发菩提心 身心 身心 因苦 独送大臣 劝尽心 自性化大了 这个程序一定要懂得 要遵守 下面说 报恩论语 凡事善行 皆可往生 世间 实现能不能往生 能 生凡事 同居足 但比常常念佛 回向 且转世善 为静音 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 修世间善 世间的善人 他常常念佛 他把他的善行 善行善行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灵命中使 敢得 阿弥陀佛来接应他 那么也许我们说 无量受请 特别强调的 是发菩提心 他没发菩提心 单靠一点 世间的善行 能往生吗 能 只要他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 极乐世界 真有阿弥陀佛 自己愿意 求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这一念心呢 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话不是我说的 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 药节里面说的 所以 修世间善法的人 没有接触过佛法 很多不认识字 没有机会 听经 学教 但是 他有善知识 遇到有学佛的朋友 告诉他 极乐世界 他就相信 他就真法心 真念 求生进土 黎明宗师 瑞相喜悠 真能往生 世间善 这是用善福来说 世善 生 凡生 同居土 二臣善 就是 受持三规 居足 中介 不凡为夷 二臣是 神文元旧 他们往生 生方便 犹豫土 大臣善 发菩提心 身心应苦 读诵大臣 劝尽心者 生十报 转眼 配合前面 往生的三倍 菩萨 上倍往生 二臣 中备往生 凡圣同居土 世善往生 很清楚 很明了 都是真心 真正 求生 有这个愿望 真念福 决定的神 顾佛说 诸今 总经世善 可以说 佛说大臣经 小臣经 对于世间善 常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 在这个世间 一定要做善人 不能做恶人 为什么 做恶 古报 这三恶道 行善 古报 这三善道 佛不愿意 看到众生 将来 多三我都 这是他不愿意 看到的 所以 一切经 里头 总是劝大家 断无休闪 从这个地方 我们体会到 佛的慈悲心 无尽的慈悲 念念 照顾众生 而此十善业 且特赦 专精 十善业道 以神 神敬 神散 口一 口四 一三 主意 让我们得到 三种清净 神清净 不杀 不道 不隐 神清净 口清净 不妄语 不欺语 不念学 不悟口 义 不贪 不称 不吃 深口义 三夜清净 唯 修持 耿本业 无论 修大臣 任何一个宗派 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都要以 十善为根本 没有十善 你进不了佛门 十善是 所以说 佛法建立在 世间法的基础上 世间善没有 十善也就是世间善 没有这个善法的时候 你不能够求佛的圆满智慧跟佛宝 这求不到 一定要有这个基础 这个基础我们一定要重视 那今天十善也到里头 包括这 太上感应片 包括这 弟子柜 这是三教合一 从根本上 他就融合在一起 决定不能够歧视 一定要尊重 认真 学习 把三个根 点好 我们讲的往生 绝对 有指望 那 决定 有信心